就是這一步 話說當年清朝乾隆時期 剛剛生完太子的兒妃 因長期遺病 產下太子之後 身體虛弱波 在各種藥方和補品軍 不見效的情況下 御膳方想到以形補形的方法 將民間菜魚 飲雞湯的習慣加以改良 將雞放入豬湯裏 加上藥材熬湯 抹尿到兒妃吃了 竟然胃口大開 調理一段時間之後 不但胃病痊癒 而且皮膚紅潤 美嚴動人 乾隆皇帝因此將這道菜 刺名為鳳凰頭胎 從此在民間廣位流傳 小老王的王牌豬套雞湯火鍋 就是這樣又來了 我們的王牌湯底 以豬骨和老雞長時間咬製 上桌前 再將鮮嫩的菜圓雞 和新鮮豬套 下鍋滾一滾 正啊 建議在王牌豬套雞湯上桌時 先試一試原味湯底 再加一兩件豬套和雞肉 先加入其他配料 我們店舖 百分之九十的肉丸和配料 都屬於自家配製 美味和誠意俱備 還有還有 自助式醬料調配站 讓你隨時發揮創意 喜歡怎樣配就怎樣配 當然 你也可以跟著我們的提示來調配 喂喂喂 你還等什麼 快點來送在布洛山村 嘗一嘗小老王的王牌豬套雞湯 火鍋了 就在小學對面 小老王 就是這一步